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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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我是洛 今天要來分享我個人非常非常期待的一集 一首必買的10張套 witnesses 如果有在看我我的親話檬面的人就會發現說 我很常想在現實動態上面提到他們的產品 因為我們真的是太喜歡了 先講一下這個牌子 因為這牌子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有神奇的魔力 如果有去他們不管是在百貨公司的店櫃 或者是門市 就會發現說,他們有非常嚴重的美感加油 他們所有陳列上面的瓶子 那個標籤都要在同樣的一個垂直線上 然後所有的擺放都是經過設計的 只擺單數不擺雙數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就是因為風粉如我 我還有買他們之前 這應該是去年還前年推出的一本精裝書 然後裡面就有介紹他們 就是一路的那個心路歷程 那我今天就是要來講 10樣我個人覺得 如果你剛認識這個品牌必買的東西 我會先講臉部的產品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混合機的話 第一個我會非常推薦二重奏系列的商品 那分別是二重奏潔面露跟二重奏調理液 還有這個是二重奏保濕精華乳 那他的這個二重奏潔面露呢 本身是凝膠狀的 不會因為凝膠狀就不好起泡 他的泡泡不少 然後也很輕盈細緻 整個使用起來的感覺是不錯的 不會像有一些凝膠狀的就是泡泡不多 另外他洗完是有水感的 二重奏本身是以金鋁梅為主成分的系列 金鋁梅本身就是強調收斂啊代謝 混合機我覺得非常的適合 那再來就是這個二重奏調理液 那調理液其實就是化妝水的意思啦 拍上去的感覺很清透 但是要講一下 他裡面是有含酒精的 那酒精成分不見得就是不好 就是你要看自己的膚質適不適合 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是乾肌 就要去試用看看 那我自己用完的感覺是覺得很清爽 然後真的有那種控油的效果 所以我個人也是很喜歡 接下來是他的這個二重奏保濕精華乳 這個是我覺得整個系列裡面 我個人非常非常應該說是最喜歡的一支產品 因為他本身質地很輕薄 然後擦上去吸收非常非常的快 肌膚又真的有吃到水的感覺 這個算是我長期使用下來非常喜歡的一個系列 所以如果今天有考慮要入手ESOP 然後你剛好又是混合機的話 可以嘗試看看的產品 再來一樣是臉部的產品 這個是成銀面部精華素 成銀這個 他其實是精華液嗎 這個我看我有沒有用超過10瓶 雖然他單價稍微高一點 我記得是3000多塊4000塊 然後容量是60毫升 但是他用起來真的非常有感 如果你到ESOP 然後看到上面有這個加字號的話 就代表他很適合拿來急救 或者是瞬間的修護 那這個成銀裡面其實主要就是滿滿的維他命C 可以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就是黃色的就是很滿很滿的那種維他命C 因為我就是很追求要很輕盈 不黏然後吸收快 那成銀完完全全符合這樣這些要素 所以使用起來很舒服 就是完全沒有負擔但是真的有讓你的肌膚有吃到這個保養品的感覺 所以這個也是我非常推薦的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純淨滋潤去角質霜 這個去角質是臉部的去角質 聽說前一陣子大缺貨很多人買不到 這我也是愛到爆炸 它裡面是有這種一點一點的小顆粒 那它這個顆粒其實是食音微粒 然後它裡面又有含乳酸 那乳酸最大的功用其實就是代謝你的老肺的角質 所以這個去角質霜除了靠食音微粒在代謝角質之外 本身的乳酸成分也很強 那我個人是夏天的話差不多是一週使用一次 那如果冬天可能兩週一次 然後它使用起來非常非常好推開的商品 是有水分在的那種不會很難推開 那放上去之後你就這樣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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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以靜置一下下 因為它裡面剛剛有說嘛 因為它裡面有乳酸 所以你可以稍微靜置一下 然後再沖掉 接下來第六樣是這個 肌膚調理凝露 英文是BCCC 所以我們都簡稱它為B3C 這東西是一個神奇的小玩樂 質地是很像蜂蜜的這種質地 很濃稠很濃稠的蜂蜜 這一款就是顧名思義 它除了有維他命B 又有三倍的維他命C 我個人使用的情境就是 如果我明天要拍照 或者是像我今天要拍影片 我昨天晚上就有敷 這個B3C呢 就是完完全全可以讓膚質的明亮度 提升一個大次的商品 那它的使用方法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 沾一個適當的量 大概一張臉的話大概 比50元硬幣再小一點點 然後你就這樣子敷 敷過夜 隔天再洗掉 但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敷完之後不要立刻去躺下 因為這個東西剛才有看到 它的那個質地是比較濃稠的 所以可能會沾到 你的枕頭套上面 所以可以敷完 讓它稍微 風乾一下 再去睡覺 第七樣是這個 柑橘去霞敷面膜 可以看一下它裡面是這個 有一個特殊的這個 泥土顏色的面膜 那它裡面其實主要是 澎潤土跟高齡土 就是聽起來是一些很難取得的土 然後另外就是有洋柑橘 那洋柑橘本身最大的功用就是 鎮靜舒緩 所以這一罐呢 其實是我個人的痘痘救星 如果今天有一些紅肘悶痘 在它已經 你已經感覺到 它快要爆發的時候 不能等到就是已經爆了 有那種隱隱作痛的時候 直接用這個 然後敷在你的環部 敷過夜 隔天再洗掉 你會感覺到 稍微沒有那麼痛 然後沒有那麼腫 但當然它不是藥 它不是神丹 沒有那種什麼 扶著隔天就好了 沒有這件事 這件事情不會發生 它就是慢慢的減緩那些紅腫痛 那我覺得效果是還不錯的 接下來這段請筆記下來 這個是內行人 ESOP的愛用者 資深鐵粉才會知道的小秘密 其實他們家很多商品 都是可以自己在家裡調和使用的 今天推薦的必買實樣裡面 有兩招可以教大家 一個是 這個純淨 反正就是這個臉部的去角質 然後加上這個柑橘去下面膜 1比1然後調一調 敷上去稍微的按摩一下 然後靜置大概 就等它乾 它這個 因為本身是塗嘛 所以顏色會 你看得出來很明顯 它就是乾掉之後 你就可以去沖洗 那他們兩個這樣子混合使用的功效呢 因為這個去角質本身用完 就是非常的滑順 就是很像這樣 你如果手拖在臉上 會這樣滑掉 滑掉 然後加上這個柑橘 它可以有效的 針對你的痘痘發炎的情況 改善 但是如果今天痘痘已經有破口的話 我會建議先不要這樣子用 因為我擔心磨砂然後接觸傷口 其實對皮膚是會有傷害的 如果有一些發炎的情況 可以試試看這樣子用 再來是B3C加成癮 比如說冬天真的很冷很冷 突然寒流來 或者是突然很需要補水 急救補水的時候 就是這個一管 然後這個一匙 這樣一樣調和調和 一樣敷過夜 它加入成癮的效果 會比單用B3C的效果來的更亮 因為你又補了更多的維他命進去 有那種需要亮麗登場的場合 或者是要去約會的話 都可以試試看 接下來第八樣是他們家的 傑夫露 就是洗澡的啦 我想要推薦的是這個 玫瑰的名字 其實他們最有名的 當然還是他們的天竹葵 但我個人覺得這個味道更有意思 像我本身不是非常熱衷玫瑰的人 但他的這個玫瑰 因為裡面還有小豆蔻跟黑胡椒 所以聞起來 就是有玫瑰的花香 但是又有一種 很神秘很難以言喻的高級感 如果你追求這種 跟別人不一樣的 沐浴乳的話 我非常推薦玫瑰的名字 第九樣是 天竹葵身體去角直路 這個東西我只能說 真的人手都應該要有一條 譬如說偶爾會覺得說 皮膚這裡粗粗的 或是夏天你會覺得 好像沒有洗得很乾淨 就是有時候可能流很多汗啊 或是怎麼樣 就可以用這個 我今天推薦的就是經典的天竹葵的香味 他還有另外一個味道是灰色的 我也非常喜歡 肌膚救贖 天竹葵 他經典就經典在於 你洗完之後 你都會有一種 剛做完SPA的感覺 如果追求要有滑嫩的身體肌膚的話 就可以用這個 擠出來 是這樣子 透透明狀 最主要的去角質的成分是 竹子 拖開是這樣子 有聽到那個聲音嗎 非常的好推開 然後 味道真的很像在做SPA 我會特別加強手肘啊 膝蓋這種 皮膚色素比較容易沉澱的地方 加強一下 沖完水之後 是非常非常的滑順 然後是有水感的 完全不會乾澀或脫皮 不會 就是很舒服 很鼓溜很鼓溜 最後一樣 第十樣是 EASOP的香水 這一款是 馬拉克10 馬拉克10 其實是 EASOP的第一款香水 我怎麼會知道呢 當然是因為 我有買這本小包店囉 所以裡面都有詳細的介紹 但其實到今天他 已經有改版過了 相較於物 就是他們非常熱賣的香味 我個人更喜歡馬拉克10 那馬拉克10 本身就是 光聽這個名字就知道 非常的有沙漠感 然後很異國 本身是木質的花香 如果喜歡花 但又不想要這麼的花感的話 這一款我非常的推薦 一開始的味道會讓你覺得 是濃濃的花 那後面他的那個木質 就會慢慢的釋放出來 帶有很神秘的這種色彩的香味 所以如果想要跟別人不一樣 但是又有質感 然後又有花又有木頭 我很推薦這一款 以上呢 就是ESOP推薦的必買10樣好物讚貨 還有一些內行人才知道的小秘訣 影片還沒結束 有一個非常讚的東西要開箱 我自己也都還沒有開 大家都知道ESOP這陣子有跟Rick Owens聯名嗎 他們就出了一個旅行組 還有一款蠟燭 現在就來開箱第一箱 我也不知道裡面是什麼 嗚 有一個 這是帆布袋嗎 ESOP跟Rick Owens 這應該是限定的 這應該是那個買產品才有送 大小大概是這樣 欸這個是蠟燭 先看一下他的包裝 黑灰白 然後我這次買的尺寸是中的 因為我其實本身是不點蠟燭的人 然後據說大的是非常搶手 秒殺 然後我這個也是早上9點起來 立刻搶 裡面還有再一個這個裝蠟燭的袋子 好細緻喔 把它打開 好香喔 那外觀呢 跟他之前的不一樣 他之前就是只有一個這樣子杯型的 那這一次四邊有 三邊有這個做 然後我記得有一邊 這一邊 這一邊上面還有淡淡的寫E-SOP Rick Owens這樣 味道很香欸 有黑胡椒的感覺 然後很 很earthy 很大地感 現在來開旅行組 那你的包裝真的都很精緻耶 上面還有先用一個這個包裝 一樣有一個這個袋子 所以我總共有兩個這個袋子 開心 雖然我可能不會拿來用 我就是收藏 好然後看一下外觀 外觀一樣是 剛剛那樣子的包裝 就是黑白灰 然後這個旅行組的 這邊這個材質 我記得沒有錯的話 都是環保材質 就是再生的 再生利用的 裡面有一個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上面一樣有 聯名的樣式 我看網路上好像有人說 可以拿來當 類丘殼的東西 但我應該是不會這麼做 好然後 這裡面這個旅行組 就是有 經典的洗髮乳 跟潤髮乳 那包裝一樣都是限定版本的 再來是這個 圓衰子身體潔膚乳 跟 堅毅辛香身體乳霜 重點是這個啦 這個是叫做斯多格蛋香水 這個是為了這一次特別出的 香水 所以 之後也不會再油 好香喔 這個應該是跟剛剛那個蠟燭 是一樣的味道 這很珍貴 我現在要用嗎 好用一滴看看 好珍貴喔 好捨不得喔 是非常有大地感的香味 好 然後最後就是這個 這個串珠 我把它拿下來 這上面是 一二三四五的 總共十個 陶瓷做的 就會讓你就是擴箱的這個 然後綁在一條繩子上 這個上面超級細緻 一樣有這個 Aesop Rico 蠻簡約的 但我應該也不會使用 捨不得 那開箱就差不多到這邊 然後這一集 所以 就這樣啦 希望你們喜歡 今天的影片 記得讚訂分 然後我會把相關的產品 放到資訊欄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就這樣 掰掰